所以身门菩萨一切光明 西界硬壁 唯见佛光 闽耀显赫 只能看见佛的光明 闪闪发亮 这句话其实有很多的启发意义 比如说我们念佛众生 我们也会行善积德 我们也会持戒修行 但是都不会夸在嘴上 也不会记在心中 因为他的眼睛就是看着阿弥陀佛 他时刻以佛光照耀在自己的心中 他就不会看到自己行善的光 他不会把这个拿出来讲 甚至看不到光还是黑的 这就叫做一向专念 就说时刻以佛为标准 时刻念着佛的功德 那么自己修的那一点点有为的善法 有露善法怎么好意思拿出来说呢 怎么可能在佛的这种究竟圆满 纯善功德当中 还能见到自己修行的善法呢 并不是说不去做 而是根本就看不见 也不可能拿出来说 就好像在 夏天 阳光明媚万里乌云的正中午 你居然还看到了蜡烛的光明 你眼睛那么好啊 你肯定是在黑暗的房间里边 所以一旦你能看到蜡烛的光 甚至星火的光 哎呀石头石头一碰 咋星火的光你看着了 那一定在黑暗的房间里边 所以你修了那么一点点小善法 你都看着了 说明你太穷了 穷人啊 没有见过钱啊 一分钱看到了 大富翁一百亿 一千一万亿 一亿亿不可比 怎么能看到这一点点东西啊 你太饿了 所以这个就是 恶人 穷人 所以这个法藏必须发愿 我语无量节 不为大施主 我诺成佛道嘛 就是我语无量节 不为大施主 普济诸贫苦 势不成等绝 我们这些穷 贫穷的 没有善法功德 这样的一些罪账凡夫 实在太可怜了 那么可怜了 被弥陀说救度 刹那之间 雍容富贵 富有天下 一切的果位都富足了 什么三贤是圣 都归你所分派 你都有了 所以不会看到自己那点滴的 有落的善 甚至惭愧都来不及 藏都藏不住了 还把拿出来显白 说明你没有专修念佛 说明你不懂得佛的誓愿 不了解佛的大慈大悲 和这种彻底究竟的旧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